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麻煩先有請法務部的林次長跟代副市長 好 來 請上 請上來 委員好 次長好 那個代副市長好 因為我想從剛剛很多委員的質詢當中 如同我們這一次主席剛剛所揭示的 有很多事情大家是越問越糊塗 前後的說辭完全不一致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基本事實釐清 那釐清以後我們再看未來要怎麼做 我昨天有問陳文綺市長說 這個是不是法務部的意見 那今天林次長有很清楚的回應說這不是法務部的立場 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我們堅持屬人員 對 你只要回答我的問題 這個不是法務部的立場嗎 那這個對外放話的法務部高層現在知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 那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絕對不會是你嗎 百分之一百嘛 好 OK好 那請副市長 這個是不是你 當然不是啊 我沒有講過這個話 對 這個是你嗎 這是 這個照片是我 內容讓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中國國民黨立任黨團召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你有沒有去參加 有 還有八名招遣送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對中國人來講是詐欺被告 可雅配合大陸的作為應該是要處理詐欺罪 引渡八名台灣人到中國大陸符合國際訴訟的管轄原則 這是你的意見 我當時的講法是說 大陸對於這個案子是有管轄權的 而且在國際訴訟管轄上面來講 他也是有這個管轄權原則的 我當時是這樣子講的 而且我當時還念了非常多的我們的法律依據說 我們台灣是有管轄權的 我在那個會議上如果有記者有錄音的話就會聽到 我從我們的憲法到兩岸關係條例 沒有關係啊副司長 沒有啦我今天不是要為難你啦 我們把立場法務部的立場澄清好就好了 因為我非常重視喔 部裡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我希望部裡面以後對外發言 第一個要清楚 第二個只有一種聲音 第三個不要再用某高層對外放話 因為前一篇的媒體報導 完全是幫中國 把台灣人綁到中國去 再擦枝抹粉 我希望法務部相關的官員 在做這件事情發言的時候 不要產生相同的誤會 所以現在我昨天問了市長問很久 我今天再確認一次喔 法務部現在的立場認為 中國把台灣人從橫亞帶到中國去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你們贊不贊成 我 我說我們不贊成他把它弄過 把人從橫亞帶到中國去嘛 我們先不要用形容詞啦 不要用什麼綁架什麼啦 對對對 客觀上面法務部現在立場已經統一了 不贊成把人帶到中國去對不對 我們法務部一向的立場 一向的立場都是這樣 對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我就是 就是我們 沒有關係我們一樣一樣來 再確認一下 所以你有贊成 我們應該要把人帶回來對不對 我們是要帶回來 我們是要帶回來 OK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再麻煩有請夏主委 法政處的蔡處長請陪同協助 菲律賓事件的時候你還不是很清楚 我講的不是2011年啦 是最近的 這一次的時候 我昨天什麼都沒有講 我昨天是用問問題的方式 結果全部都是昨天法務部的那位司長 他自己把話把事情講出來 因為我想要保護相關的當事人 不過現在既然 法務部自己都把事情說出來了 那我們就開始追究這件事情 請問 針對那一次台灣 在菲律賓 你們 後來我們駐外館的人員 跟陸委會的同仁很辛苦我知道 把人帶回來了 針對那一件事情的處置 陸委會 法務部跟外交部有沒有匯商過 我知道我的同仁啊 也有接過電話 就說有這樣一個案子發生了 這是大約 4月 1月5 11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跟陸方也有做表示 可是很快的14號晚上這個人就回來了 這個中間聯繫的其實並不是那麼多 而且非常的順利這個人就 對啊 我知道人最後是帶回來了 這個我很清楚 我現在關心的事情是 因為每次發生這樣的事件的時候 政府部門彼此之間的很像聯繫 非常重要 從這次肯咬的事情就看得出來嗎 有一步遲言 有一點點遲疑 人被帶走 很難就抓回來 就很難再帶回來了 所以我現在問得很具體喔 從11號到14號 剛剛您把日期講出來了嗎 從11號到14號這三天 你們跟外交部還有法務部的人員 有沒有針對這件事情該怎麼處理 有任何的會商 我們有經過同仁之間有電話的聯繫 並沒有開會 法務委員會參與這件事情 會商電話聯繫的同仁是誰 是我們法證處的同仁 現在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吧 現在人不在這裡 好沒有關係 那個名字可不可以會會補 可以嗎 好 外交部的 外交部的同仁有沒有參與這次的會商 我很好 有沒有 我沒有會商 所以陸委會有沒有打電話給你們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那當初在機場協助他返台的 是不是你們駐外館的人員 是外館 駐非代表處的 那誰給他指示 要協助他的 這是我們的任務 你的意思是說 駐外代表處的人 他自己 然後這個人跑來找他 他就協助他了 也沒有回報 當然有把情況報回部裡面 對啊 報回給誰 報到我們部裡面 然後這個是亞太斯在處理 實際負責的同仁一樣 會後的名字可不可以提供 可以啊 因為現在 快要變成羅生門了 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再請法務部的同仁 是 前院次長這件事情 法務部的同仁有沒有參與會商 我沒有電話聯絡 他說電話聯絡 負責聯絡的人是誰 都有我們幾個同仁 所以你自己本人也有接到電話 不算是接到電話 知道有這個事情 那法務部主責負責這件事情的人是誰 我 我們司長 然後還有我們的其他工作同仁 OK 那時候法務部的立場是什麼 那 有關於這個案子 因為當時有個紅色通緝令在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案子回到台灣 我們沒有管轄權 因為當時呢 我了解嘛 那我現在問的是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告訴他們 我們法律上面的見解是這個樣子 對你們法律上的見解是 你們沒有管轄權 那所以呢 所以人應該送回中國去是不是 呃不能這樣子講 我們只能是講說 這個案子 等一下喔 我們事情一個一個馬力見解 就是我們沒有管轄權吧 對 對啦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呢 外管是告訴我們說 那可不可以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來處理 我說那人回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真的必須要透過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去跟大陸要借證 同時呢我要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會開2月16號的會 就是因為呢 這個人後來最後的決定就是回來了 回來之後呢 我們先停一下齁 我們一件一件事來齁 所以剛剛大家的那團迷霧齁 2月16號的會 就跟這次菲律賓的事件有關係嘛 對不對 有關係 OK好 現在這個答案確認了 你願意會這個答案負責嗎 我負責 因為前前後後齁 剛剛主席已經財事過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今天的會議齁 這麼基本的問題的答案都搞不清楚 好你繼續講 那個時候你們表達了 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管轄權 按照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還要跟中國那邊調卷證 所以你們針對這個事情的立場 那個時候法律部表示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說把這個人接回來以後 我們用刑事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呢 針對這個人的處理 法律部有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我們表達的就是以上的意見 所以呢 那人要不要帶回來 那這個還有陸委會 還有外交部做的決定 所以這是陸委會跟外交部的決定 對不對 對啊 法務部的功能直到這裡 表達你們沒有 回來了以後 台灣不會有管轄權 按照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還會去調卷證 接下來至於人要不要接回來 就是陸委會跟外交部的事情 不關法務部的事 是不是這樣 這中間有一個部分 是因為呢 外館這邊呢 有告訴我們說 要我們找檢察官開G票 是因為這個原因 來找我們的 齁 並不是說這個人要不要回來 來找我們的 是說這個人要回台灣的話 要開 主席不好意思 借一分鐘好不好 謝謝 好 你不能借啦 所以你這個時間 好好好 我在一分鐘就好了嘛 要我們去找 在機場 用這個人用強壓的 所以我告訴我們的外館人員說 這個人回來的話 我們絕對要注意他人身自由 所以最後透過我們的調查局 我們告訴了外館說 這個人在上飛機的時候 不能給他上手銬 然後呢 你們不能給他做任何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你們呢 因為他們當時機票是已經處理好了 那我說你們如果跟著上飛機的話呢 你們不能夠對他做任何的行動自由的限制 所以呢 我們的陪同回來的這個法務秘書呢 他就只能陪著這個人進到台灣 OK好 我現在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真的關鍵的問題在背後 你們之前做了這麼多聯繫了以後 那請問部長 你們那個時候法務部的部長 他向毛治國請示的問題是什麼 法務部的部長 向毛治國請示的問題是什麼 今天羅盈雪剛剛自己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講了 所以他有請示 毛治國 知不知道部長請示的問題是什麼 應該是和這個案子有關的 對啊那請示 就是這個人最後決定要不要回台灣啊 你剛剛說 針對這個人要不要回來台灣這件事情 法務部的意見不是 與你剛剛所講的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部長為什麼有必要還要請示 毛治國要請示什麼 因為大家確實各部會有 來嘛 那法務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只能報告就是說 在法律上面 第一個我們不能 找檢察官給他開機票 然後呢他回來的話 他必須要是自由的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說 這個人回到台灣 我們不一定有辦法爭辦 對啊 所以你的立場是 這個人要不要回來台灣嗎 你講過的話 就不要再複數了 你們的立場是 這個人要不要回來台灣 我們只能提供法律見解啊 對啊 那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嗎 如果你們的立場 跟立委會跟外交不一模一樣 那我接下來就很納悶了 羅宇雪跟毛治國請示什麼 請示到毛治國還不敢決定 要羅宇雪自己去請示馬英九 請示的問題內容是什麼 不好意思 最後30秒 我給你10分鐘 你問清楚再下來 請示的內容是什麼 我不是部長啊 我不知道 你不是部長嘛 所以你們沒有 給部長任何的建議說 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向上請示 你也好 市長也好 不要講市長啊 因為他的問題 我不要把你扯進來 你對你自己負責就好了 就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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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宇雪去請示毛治國 去請示馬英九 你知不知道 後來知道 請示的當時不知道 對 其實當時不是那麼 所以他的請示 不是侵於你們 給他的建議說 欸部長 這個事情我們的想法 跟其他兩部不道 一樣我們可能要往上請示喔 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他自己決定去請示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提出法律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部長報告 對然後部長那邊再做一個決定 對啊所以你們跟部長報告完了以後 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反應就是 反正最後的決定就是說 呃 看這個案子 如果說依照法律的規定 是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當時外交部 還有陸委會那邊 他們已經做好處理了 所以這個人最後就是回台灣了 我知道這個人最後是回來嘛 但是為什麼要追究中間的細節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在這種事件裡面 當我們國家的政府 三個部門 態度不於自己的時候 會造成時間上面的研製 接下來可能就會發生 大家都不希望發生的問題 我再確認一次喔 柔英雪去跟毛治國請示 後來又跟馬英九請示 這件事情事前你不知道對不對 事前不知道 也不是按照幕僚同仁的意見 對不對 這我就不知道了 好 對 我接下來齁 繼續請教 針對 你們在2月16號 所開的那個會 會議紀錄裡面 本部調查局寫 以過年前在菲律賓發生的案子為例 會議紀錄上寫的是 104年 指的是同一個菲律賓案件嗎 這我就 我不曉得 是不是會議紀錄錯 這個會議 你不是有參加嗎 對 但是會議紀錄寫104年 這是寫 這個是比物 應該是105年對不對 好 第一次的法務密書 遇到的困擾是 有的時候國內各機關的意見不同 意見如何不同 就是剛才跟委員報告的 因為這個案子有紅色通緝令 沒有啦 你們現在法律見解的不同 我們一個一個把它釐清楚 第一個 就中國 刑事案件有管轄權 等一下 如果有時間 我再跟你講管轄權 跟人的移動兩者之間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先順著你的邏輯論就好了 然後 中國有刑事管轄權這件事情 大家是沒有 大家沒有不一樣的看法嗎 沒有 好 那有不一樣的看法是什麼 是不是要不要帶回來 不是 委員我跟您報告 他這邊為什麼會講說 意見不一 就是因為 法務密書報給 調查局本部 說要我們找檢察官 開G票 因為外館那邊 他們會把它變成 因為在菲律賓那邊 它是有個紅色的通緝令 所以他們認為他是犯罪 然後他們的交涉的方式就是說 這個人回台灣 我們也可以審判的 因為我們有兩岸司法互助協議 所以我們是可以判的 但是我們就告訴調查局說 現在台灣沒有這個案件 所以呢 我們不能給他做人身自由的限制 我也不能去找一個 沒有 通通不行 所以這個就是 雙方發生的爭議啊 所以你們這一次開的問題 就最後的 除了任何而言是 還是一樣 就未來發生這樣的事情 人要不要倒回來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的決議嗎 因為 對對可以這麼講 人要不要倒回來 沒有任何決議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那一次真的大家意見不一切 好沒有關係喔 剛剛 我再請次長 不好意思真的最後一分鐘 我再請次長 在這個菲律賓事件發生以前 或者是發生以後 你剛剛說 沒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對不對 你說菲律賓就是這個 對這個一月的事情發生之前 發生之後 沒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對不對 沒有好像沒有 我所知悉的是沒有發生 副司長有沒有 委員您講的說 類似的事件是什麼樣的事件 像肯亞這個案子就是類似的事件 然後我們就主張這個人就是要帶回 我再問個具體一點 有沒有國家 通知我們 所有台灣人被發射紅色通氣 請你們把人帶回去 除了菲律賓的事件以外 還有沒有別件 喔還有一件 還有嘛 對還有 所以剛剛市長講的內容不正確嗎 我說我不太了解問他們 所以市長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你都不太了解嗎 我們有一個像剛才你提到的說羅部長有跟毛部長 是剛才你是執行的時候 來來來沒有關係啦 市長你不知道我不為難你 不好意思 你如果這裡結束我就上去問羅雲選 也可以 時間差不多 所以你確認了齁 你現在在這邊確認還有另外一個事情了 對嘛齁 好謝謝 好這個到今天齁 坦白講真的是蠻失望的 那這種失望不是說 這個不是說啊 這個是 行政部門對立法院的國會的一個藐視 這個在國會公然說法 說什麼幾個人大家打個電話 都沒有網上報說沒有 結果來又說 部長又報告又跟部長又 院長又總統 那這個蠻口謊言的官員列席國會 對國會毫不尊重 要不是說羅雲選自己在其他委員會自爆 我們這個開完會還被蒙在鼓裡 我們委員會表示最強烈的權責 等一下我們也會把相關的官員移送監察院 開什麼玩笑 你把這些立委都蒙下喔 休息 等待會兒 還會把這一個咖啡 你主要幫忙 剛才 Office 我來公開 那邊的芦粉 谢谢大家